天文史上的重大成就 就是美国阿波罗11号在43年前登上月球 太空人阿姆斯壮探上月球表面时曾说我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不过之后对于相关的事情 阿姆斯壮一直不愿多谈 甚至被质疑登陆月球的画面是不是造假 还有为什么月球上插国旗会飘扬呢 高龄82岁的阿姆斯壮再度面对媒体侃侃而谈 就是1969年踏上月球的这小步 虽然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 却改变人类历史 更为阿姆斯壮等三位太空人在天文史上留名 现在已经高龄82岁的阿姆斯壮向来都很低调 但日前却罕见受访聊起当年的回忆 没想到会挑战成功踩上月球后的每个细节 都让天文学家为之振奋 虽然当时的照片影片都已经公主于世 但仍有人质疑当初真的有登陆月球吗 像是插上月球的国旗随风飘扬 但月球上根本就没有风 阿姆斯壮相信所有谣言都会随着时间一一破解 而这踏出第一步的历史画面 更会永远保有讨论热度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